918台东池上强震带来了不少灾情 而在规模6.8的主震发生前 前一晚前震规模6.4 对此台湾东部地震研究中心主任张文燕分析说 这和2018年的2月6号花莲地震很类似 前震的规模都不小 前震之后发生的地震 不管是次数还是规模都没有随着时间递减 反而是递增 接着才发生了主震 张文燕指出 还好这次是分别发生规模6.4和6.8的地震 如果地震带一次断裂 恐怕会出现规模超过7的大地震 918台东池上强震造成不少桥梁倒塌 而前一天还有前震规模6.4 当时已经震惊全台 对此台湾东部地震研究中心主任张文燕进一步分析 这次发生地震的断层带 大约是70到80公里长 还好是分成两次断裂 分别发生规模6.4和6.8的地震 如果地震带一次断裂 恐怕会出现规模超过7的大地震 除非这两个能量累积的地方 它是同时破裂 那它就会同时产生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地震 专家也指出这回地震和2018年2月6号的花莲地震很相似 前震规模都不小 后续发生的地震 不管是次数还是规模 都没有随着时间递减而是递增 接着才发生主震 而这样的经验也可以作为下次预警参考 目前余震的次数和规模都已经越来越少 但还是要有防灾意识 也得积极投入地底下运震带构造调查 记者涛轩 杨龙豪台北报道 我国在今天新增了4.6万例的本土个案 接连两天单日确诊数都比上个星期同期低 有专家就推估了疫情的高峰 在上周可能就已经出现 决定中心认为是有可能趋势渐渐形成当中 如果确定疫情是往下走的话 那么10月初也许有机会可以提前的开国门 而台大工卫系教授陈秀熙也点出了 目前在亚太地区只剩下中国大陆 香港跟台湾入境需要筛检和隔离 他也呼吁国内居家检疫应该要走向退场 让自主防疫上场 而经厂拓业PCR也应该要考虑改成快筛 1.5疫情开始走下坡了吗 21号公布新增4.6万例本土确诊个案 在重症患者中有一例4岁女童 确诊后到密西发病相隔101天 是国内间隔记录最久的密西个案 而指挥中心曾推估 这波疫情将在9月21号或28号达到高峰 但接连两天本土新增确诊数都比上周同期低 难道疫情高峰已经过了 一旦过了疫情高峰是否有机会提前开国门呢 台大公卫教授陈寿熙点出目前亚太区只剩中国香港台湾入境需要筛检和隔离 国内防疫政策应该可改为监测中重症 让居家检疫退场入境检疫直接改为零加期 机场拖曳筛检也可考虑用快筛取代 外界好奇是否有机会让国门提前在10月初开放 一到两个礼拜这个开放的时程再提前也是有可能的 但到时候解封脚步是否会一下子跳到零加期 还是有过渡方案得再商讨 而从新冠疫情流行以来国内确诊人数已突破600万例 但台大医师李正哲观察发现这数值脱离现实太远 向他的朋友组成30人旅行团其中14人已确诊过 而旅行后没感染过的16人最后通通确诊 却只有两人通报推过国内染疫黑数多 建议政府做全国抽样性血液抗体筛减 来制定符合现实的防疫政策 对此指挥中心回应已有相关监测 国内染疫状况会陆续理清 却总部的 921国家防灾日这一天 蔡总统到花莲视察地震防灾演练 也关心花东地区的震灾修复状况 总统承诺中央会全力的协助地方 帮助灾民重建家园 而总统也在中午到慈济拜会正言法师 感谢慈济医院投入震灾的救援任务 不过之前慈济的执行长接受 平面媒体访问的时候 谈到去年疫苗采购过程的困难 意外的卷入了台北市场选战 党疫苗风波 而在这敏感的时机 总统跟正言法师的会面 外界揣测蔡总统是否想要借此 与慈济修补关系 大型机具在玉星桥断桥处加紧抢修 总统蔡英文来到花莲玉里深入震灾区第一线 那看左手边这个就是地震当时 这个梁柱断月以后 长转侵袭花东铁路 东里车站站体倒塌 花莲新秀孤链溪桥受损严重 15只桥蹲位移 透过空拍画面看得清清楚楚 视察行程接着来到玉里高中 地面墙面上的巨大裂缝 校舍已经变成围楼 县长徐正卫当面提出请求 拜托中央帮帮忙 刚才也听到县长在讲的民宅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 专案的来处理 正面回应地方的需求 并只是要尽快盘点灾损 921国家防灾日这天 蔡总统整天都在花东 关心918强镇 民间的灾损情形 早上也亲自教育了两场大型防灾演练 来自国际好友的关心 美国在台协会孙小雅处长 也带美方官员一同参与 而中午时间总统低调安排 拜会行程 到花莲慈季禁思经社来拜会正言法师 总统要感谢慈季投入救灾 不过前阵子正是慈季爆出 政府疫苗采购争议 这回总统亲自拜会 会谈内容低调不公开 不禁让外界关注 是否要为党疫苗风波 借机修补关系 记者陈津 叶玲成吉沙瑞生花链采访博斗 新竹竹北被认为是豪宅聚集处 不过附近的福星东路巷弄内 却有将近20户的住户抱怨 由于政府没有埋设管线 导致他们几十年来都过着 没有自来水跟瓦斯可用的生活 原来这个项内的入口 有一部分是私人土地 导致政府无法埋设管线 相关单位也出面回应 表示会持续协助居民跟地主沟通 希望能够取得土地授权 让住户能够过上现代化的生活 面色忧愁提出抱怨 因为自家居然没有自来水管 民生用水全靠地下水 饮用水更只能买一瓶瓶的桶装水 不只没水家中也没瓦斯管线 只能叫桶装瓦斯过生活 这里是新竹竹北福星东路地带 附近被认为是豪宅聚集地 但有将近20户抱怨 在这住了超过20年 却没有自来水管和瓦斯线 甚至连排水沟也都没有 附近就是一瓶五六十万的豪宅 精华地带 屋主哭喊自己难道是次人公民 原来当地之所以会如此不方便 是因为巷洞的入口处 有部分是私人土地 政府无法埋设管线 那因为没有取得同意的话 古代管线也没办法进入 面对陈琴 公所也承诺会持续协助居民 与地主达成共识 扫慮还给居民应有的生活环境 记者徐志迁新主报导 团推备 孟制备 统编定 réve感 略 为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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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促 那个 感谢观看